你们好,我是想征服世界的飞行员,幼子先生 依然是欢乐的打飞机时间,依然是19系列的游戏 不过属于比较后期的作品了 诞生于2000年,1944,The Rockmaster,征服世界 这一代虽然取消了一些设定,没得选飞机,也没得选足武器 不过资源给的很足,所以可以专心的闪子弹 整个游戏体验下来呢,玩起来的感觉是很爽的 节奏也不错,如果有多一个人和你一起玩 那么爽感就会翻倍,后面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说两个人一起玩会比较爽了 不过这一代制作组有一点偷懒 竟然没有Ending片尾动画 打完了就随便放一下每一关的成绩,然后就直接Game Over了 Ending片尾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就像是一种荣耀 小时候如果有幸在街机房打破一款游戏 都会坐在机台前面静静的看完片尾 慢慢的回味刚刚凭一己之力,换来的世界和平 以及将那些激烈的战争都刻在心里 然后回家吃饭的时候,那一天的饭会特别的好吃 叫也会睡得比较香 1944这一代,飞机被攻击到是不会直接追击的 而是会扣除左上角的生命值 直到飞机起火之后,再次被攻击到才会追击 追击了就要投避蓄关了 蓄关的时候只要碰到闪兵 就可以获得武器升级,炸弹等等的一堆东西 武器升级在这一代也很简单,没得选择 就一款而已,一排排的子弹向前射 吃到Power Up,攻击范围就变得更广 没有什么闪弹或者镭射这一类的武器可以替换 蓄力攻击,在蓄力的时候,左下角会出现蓄力潮 蓄力满了,飞机会在空中回旋 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对敌方的子弹免疫 刚结束蓄力攻击的时候,左下角会出现黄条 机体过了,这时是无法蓄力的 比较特别的是,蓄力不用一次蓄满 可以随时停下来,没什么敌人的时候再继续蓄力 然后是左右两侧的小飞机 吃下10克金色菱角,就可以召唤了 可以帮助主飞机挡左右两侧的子弹和敌击 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就会爆炸消失 一开始,小飞机的子弹和主飞机是一样的 不过在第8关开始的时候 小飞机会获得一次永久的升级 子弹会变成雷射,外观也会有变化 炸弹系统,召唤一堆飞机狂风乱炸 看起来就像是直接冲过去自爆 炸弹丢完了,还可以丢左右两侧的小飞机 小飞机会冲向前面去自爆 只能说这攻击手段很符合日本的文化 也很有热视氛围 这一代一共有15关 每次关卡在开始的时候都会有大大的标题 我都以为我在看日本的节目 或是类似蜡皮小新小叮当的动漫了 除了最后一关,其他的boss都不是很强 炸弹炸个三四次 就可以打爆了 特别就在于 这一代的boss很多都是成双成对的 两架两架出现 必须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打爆两架 不然其中一架没打爆 就会被判定为作战失败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两个人一起玩会比较爽的原因了 因为一个人玩需要顾太多东西 太多敌人要打了 boss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15关15个boss太多了 我就直接让他们都露脸一下吧 在boss要出场的时候都会有很像海灾王悬赏令那样的介绍 打爆了他们还可以看到照片新闻这一类的表现 评分的话如果分为四级 一不好玩 二有一点点缺陷 三合格 我会给四优秀 因为这一款对索产党来说并没有非常的烫游戏比 20年前的借机游戏 放到现在都不会输给现在的游戏 1944的Lockmaster征服世界 喜欢打飞机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 我是想征服世界的飞行员幼子先生 订阅我 一起来回忆小时候 被借机支配的童年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经常会有朋友问我 玩的怀旧游戏都是在哪里下载的 我就直接回答吧 我没有自己设置或下载 而是花了一点点小钱 省下了一大堆时间和试错的麻烦 Jay Marchant的硬碟 只要插入电脑就可以开始游玩了 Jay Marchant 收集了超过10万个游戏以上 从1970年的Atali 一路到 GameWatch JG GameBoy 3DO NDS 3DS Sega Saturn PS1 PSP PS2 等等 各种的借机打架 打飞机 轻版过关游戏 一些大人才能玩的老师配游戏 宝可梦系列 洛克人系列 洛克人EXE 洛克人Zero 农场物语系列 数码暴龙系列等等 都可以在里面找得到 PS1或以下的模拟器 普通电脑基本都能跑得动 PS2以上的模拟器 跑不跑得动 就要取决于自己的电脑等级了 第一次使用JMarchant的朋友 只要先跑一下 Direct Ex Repair 它会自动检查和补回一些缺失的小配件 DDL 以及新创一个电脑优色登录就行了 不懂的可以打开ReadMe First 会有教学 完成了这两步 之后就可以打开ReadTobet 享受游戏了 会玩模拟器的老玩家 也可以自行加入其他游戏的ROM 或者是将里面的ROM放去其他地方使用 购买链接我会放在资讯栏和留言区 谢谢你们的支持 BGM BG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